字幕周深 第9周 为啟orn 徐 sal Solid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渡 就来到我们的外送美食 开箱时间啦 Yeah 那今天要来开箱来自 宫本武洞的洞飯 那我点的是 柳身火烤鸡腿洞 好 那就来 看看你们有什么东西吧 喔! 喔 不錯耶 嘿 我 我也不想說 丼飯可能就只是 下面是飯 上面是肉 然後頂多旁邊有一些 散蛋之類的 但是沒有 你看它 它就很豐盛 你看它有肉 有菜 還蠻豐盛的丼飯 好 然後我還有另外再加點那個 溫泉蛋 還有可可樂 這樣子配料 它另外有送湯 但是不確定是什麼湯 然後這個湯應該是送的吧 因為我沒有點湯 結果突然冒出來這一碗湯 看到嗎 嗯 掰掰 好 來 你看它的 溫泉蛋 看得到啊 欸 OK 好 它應該是要把它淋上去 我來打配個桿 喔 好 你看 就變這樣 夾在那個 雞腿上面 再來 吃吃看 吃吃看加了蛋液的雞腿 有沒有好吃 可是感覺這樣看起來還不錯 好 好 好 喔 我覺得 吃這間的話一定要點它的溫泉蛋 它把溫泉蛋 加到一個雞腿上面的時候 那個雞腿吃下去就很順 然後那個蛋又有那個自帶的那種 它好像溫泉蛋自己有調味過 然後就有那種它蛋的香味 我覺得吃這個雞腿丼啊 一定要配它的溫泉蛋 增添它肉類的風味 OK 好 好 還會吃這樣白飯 可是 它白飯加上這個蛋啊 也變得非常的滑順 這樣就吃起來不會乾乾的 它只要有一點濕潤的感覺 這樣 好 然後 好可愛嗎 喝一口 好 好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湯 湯的話我猜應該是味噌湯啦 喔對 是味噌湯沒有錯 對 它這個應該是送的 因為我沒有點這樣 我只有點 加點溫泉蛋還要喝 OK 好 那 這個 好 好那我來總結一下他們的丼飯 然後裡面還有 喔 裡面還有這個小黃瓜 嗯 不錯 好 那我就來總結一下他們的丼飯 他們的丼飯啊 第一 他們的配料還蠻豐富的 它不是只有肉還有飯 它旁邊還有一些蔬菜啊 還有 番茄 還有玉米筍之類的 讓你去搭配 這樣子 然後第二 我覺得吃他們柳生火好雞腿丼啊 一定要加溫泉蛋 因為我想要加 比如說那個雞腿它的外皮啊 會變得非常的滑順這樣 而且它蛋本身的香味 和雞腿那個火烤那個香味 我覺得非常的搭 OK 今天的外送美食開箱 就到這邊 這間 這間的話我還滿滿意的 肉質啊 我覺得它的火烤雞腿的香味 非常的濃厚 這樣子 OK 然後還有它的肉 肉的部分啊 吃起來也不能彩 這樣子 它的肉質是屬於軟嫩的部分 這樣子 OK 好 那今天的外送美食開箱就到這邊 這間是來自 公本五洞的 柳生火烤雞腿丼 我們推薦大家來吃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其實要加溫泉蛋 我真的滿喜歡吃溫泉蛋 OK 好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也別忘記開啟小鈴鐺喔 這樣子 OK 那今天的外送美食開箱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我們掰掰 掰掰